早晨,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铁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国劳征圈研究铺投资经理方扎桥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Cavin,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昨天港股跌至17000点 究竟港股之后的走势会继续沉率 还是会止跌回升? 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 对,我看到昨晚黑期时急升500点 现在高水的水平也不少 去年10月底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今次是否又是一个转势的开始呢? 稍后Kelvin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三大指数上升 美国十年期的债息回落 交上出路的业绩 普遍理想美股是做好的 道指高开后升幅一度扩大到335点 收市是报33,141点 这个是升幅0.6% 标指上升30点 收报4,247点 纳指升121点 收报13,139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急升埋近4% 欧洲股市都是向上 一起看焦点美股 Tesla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有反弹 上升2% Google交易时段上升 不过收市后公布业绩 本后要跌6% 苹果公司下星期一有直播活动 市场憧憬 有机会推出新的Mac机 股价上升 另外Microsoft靠稳 公司收市后公布业绩 盈利和收入都比市场预期 本后交易做好 另外加密货币交易平台Coinbase 一度上升1.5% 收市升幅收窄至6%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上升 美团、京东和阿里巴巴都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5% 美团折合113.2% 阿里折合81.04 比亚迪本港收市高出3% 港交所比本港收市高2%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升209点 31,272点 首义综合指数要向下 最新跌8点 报2,375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跌13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53点 跟大家跟进一下 现在新加坡交易时期升443点 恒指到17,4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队员盘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外围也有多话说 现在和Kelvin谈谈谈外围事况 看见债息上日上升到5厘 16年高位之后 其实有一个显着的回落 一度跌到4.8厘以下 一个星期低位 带动美股上日做好 现在看到一些外国比较著名的投资者 比如比尔克文都说 他也觉得债息差不多见顶了 你觉得债息见了顶了吗 你觉得美股的调整完成了吗 我们来看看最近债息又斜了上去 也是受到巴威尔有些延伦的影响 大家看到通胀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亦比预期差一点 例如10月份通胀已经去到3.7% 预期只不及3.6%左右 你见到近这两个月通胀 都是由3%左右升到3.7%左右 相比例如巴威尔也说过 通胀回落到2.7%左右 其实是去到目标价 所以暂时来说 债息你见到 曾经就像你所说的 10年期债息扯上去5% 亦是2007年以来的新高 我就这样看 但是要美国去减息 债息会回落 我觉得通胀要回稳 才会见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暂时来说 我相信债息都会高期 暂时未必会在今年之内 回落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甚至是通胀 因为暂时未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就算是通胀 我想到明年初才会见到 所以我相信债息也不会下跌 说回美股 近期你见到 纳指也有一个明显的下跌 一个轨道出来了 你见到 都捱着这些低轨道一直下跌 我不敢说 现在是一个止跌回升的情况 要看看会否突破之前的顶位 大概是一万三千点左右 突破到这个位置 纳指才是转势 所以我会暂时 如果看回整个走势 我也是有一个观望的态度 即是观望着先 这期美股不少企业出了业绩 有什么参加 我们说昨晚收市后公布的两家公司 那先说谈谈Google 其实第三季的收入 升了11% 顺利就升了46% 两个数据都比市场预期更好 但它盘后亦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主要是因为云业务的收入 市场预期有86亿 但最新的数据是84亿 所以拖累本后的股价有一个下挫 但另一方面 Microsoft也是昨天公布业绩 它公布最新的业绩 收入升12% 顺利升27% Microsoft两个数据都比市场预期好 还有大家看到 它未来一季的收入预测 介乎604-614亿美元 原本市场预期的收入预测得609亿 看到它对未来一季的预测 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所以刺激它盘后的股价 也有一个做好 两间公司出了业绩之后 也有一个不同的股价走势 两者你怎样比较 或者这样说 现价如果看到Microsoft的业绩 都是不错的时候 现价又能否吸纳呢 看看Google 之前也说的云端收入率 其实看到亦都方满了 去到22% 盘后就会跌6%左右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也是在搜寻GDP 或者AI的一些概念 我觉得它的走势 不是完全走样的 但是你看到盘后跌到6%的话 其实已经跌到大概 50天移动平均线的以下 我相信再跌的空间 不会像Tesla那样 每方月下 因为始终它的市益率 不是太高 预测市益率大概30倍左右 所以再跌的空间 我相信就会有限 如果站得穩 50天移动平均线 大概130元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其实有机会去止跌回升 所以大家留意着这个位置 如果站得穩50天移动平均线 大家留意着 可以分段去吸纳 Microsoft又怎样看呢 看看Microsoft的股价 先开开 昨天开市的市段 其实就算落不太大 330元左右 盘后就升了3.9% 你看到其实它现在的市益率 大概34倍左右 最近来说其实走势也是靠稳的 升了上去 看看它能否突破到340元 这个短期的一个阻力位 我觉得它要冲破这个顶 才会继续上升 相对之后 如果两者的话 一个高一个低 我反而会看Google多一点 因为第一个市益率不是太高 而且我觉得它的业绩 也要加到功夫 只不过在云端那边的收入 是叫做不符合预期的 所以相比之下 我反而会看回Google 因为你看回 Microsoft的股价 又不是特别标签的 之前也是靠稳的 如果突破到340元 它才会继续走上升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它的股价的走势 好 谈谈一些美股的业绩 其实看到业绩之后 市场反应也很大 其中一只是Tesla 上星期公布完业绩之后 其实单日跌了百分之九 其实低位见过202.5美元 即是很借近200元的水平 但是昨天就有一个反弹的情况 其实就连升了两天了 好 Tesla看完这条数 其实市场也很失望的 但是 比如技术走势或者看前景去分析 你又觉得现水平可不可以吸纳呢 其实可能说大家想买都好一段时间 又找不到位置入 那么现在会不会也是值得直博呢 其实现在看回毛利率 其实看到也去到17.9% 毛利率已经去到历史新低了 但是你见到 在继续减价格 你见到其实它的收入又不是升得很多 同比收入其实也在说10%左右的上升 它的营收其实看到也是要下跌 即是同比下跌了40% 它的涉率大家不要以为便宜到60倍左右 为什么可以享受到60倍这么高的一个水平呢 大家一看它其实不是一个车股 应该是科技股 科技股才有这么高的一个市盈率的水平 但是大家知道一个科技股的一个特性是什么 高增长高盈利 轻资产 但是它的营收好像已经在第三季那里走了 而且它部分的收益其实也不是来自汽车的方面 大家都预期了 它减了价格之后 为什么营收仍然是比较差的呢 我觉得其实减价战在内地来说也是挺激烈的 不单只是在其他全球 内地是关于几年 你见到卫小利 其实也差不多是叫市值组织的 理想比较好一点 卫来其实一架车要市场20万 所以相比来说 它当然要减价战去应付内地的市场 内地的市场占它的营收的比例 其实是四分之一 所以来说 相对来说 它现在的水平 就真的叫做挨打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有机会其实也会持续下跌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它在11月的下旬就会推出 有机会刺激股价就会上升了 但是它现在的水平已经有点跌穿了 就是之前上次的低位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它现在持续也会下跌 因为现在的市场率是不便宜的 六十多倍 比亚迪也是二十多倍左右 所以一个在升一个在跌 很多人将资产也会转移到比亚迪 甚至是其他一些新能源汽车那里 所以Tesla的话 我自己觉得就不太看好这架股票 例如NVIDIA也讨论多个强势股 看到它上周也是跌 见410之后 其实就开始反弹 都是真的超级强势股 NVIDIA你又怎样看呢 NVIDIA其实它的走势 又不是像Tesla 因为它的业势是没有走样的 虽然大家看到市场率不便宜 到100倍 但是买这架股票 大家也要记住了 你们看三年 就不要打算看今年 今年一定是贵的 明年有机会 大家预测 它的增长是达到50% 之前又为什么 无端端有高位 差不多460元 这些位置水平 就跌到400元 这么值得 卖的 主要是因为 受到美国那边 限制的芯片的出口 他们的芯片 亦是A880 A88 和H88 这两个芯片 就说明 不可以买给大陆 就是中国的 之前 其实 较早之前 有些内地的公司 其实已经买了 这些都不可以再出口 但是 其实 相对来说 10月11月 我相信 他们的业绩 就不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代表什么呢 它短线的影响性 就是会有限制的 为什么 其实订单已经出了 亦都已经困富了 难道现在退吗 没可能 所以来说 是未来 下年来说 其实有机会 对他们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相信 如果他们的增长 要达到50% 这个目标 就未必会达到 如果 限制出口 的情况 就持续 不过 好消息就是说 他们 其实 不买给你 有机会 就可以买给其他国家 因为 芯片 现在 都是公不 应求的 一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 在调查GDP 或者一些 AI 其实 都要大量的 一些 硬件 去配合 其实 才可以整件事情 运行到 所以 我相信 它的股价在未来来说 都会挺硬 跌穿400元的水平 其实机会率 我相信 就不会是很大的 所以 NVIDIA 我相信 我会看 就会持续 都会向上 也就是说一句 如果美股不行 即NVIDIA不行的话 其实港股 都不会 运走到哪里 所以 我之前也说过 大家将部分的资产 甚至是一些投资 都要转移到美股那边 相对来说 它的股价 真的稳定很多 去到400元这些水平 绝对有一个支持 所以可以留意 NVIDIA 股价的走势 我觉得400元是一个 挺合适的 一个入市的目标